威廉成为国王指日可待 英媒报道 查尔斯国王和威廉王储之间也许存在着一个永远不会公开的协议 据悉 查尔斯国王为他的统治设定了一个明确的结束日期 国王与他的大儿子兼继承人威廉王子已经达成秘密协议 一旦查尔斯年满80岁 他将退位让威廉成为国王 如果这是真的 这将与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信念终身为英国奉献的精神背道而驰 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统治时代有着历史性的70年 但查尔斯国王的统治时间要短得多 他已经成为历史上登上王位最年长的君主了 然而 查尔斯国王的退位计划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猜测 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因为威廉王子作为年轻一代的代表 更能够与现代社会保持联系 并推动王室的现代化 此外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在公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他们的领导能力和亲民形象使他们成为受人尊敬和喜爱的人物 因此 让威廉成为国王可能会为王室带来新的活力和魅力 然而 也有人对这一协议表示担忧 一些人认为 查尔斯国王应该继续担任国王 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角色 并且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知识 此外 查尔斯的退位可能会引发王室内部的混乱和不稳定 因为威廉王子的继位可能会引发其他王室成员的不满和争议 然而 这些担忧也可能是多余的 因为查尔斯国王和威廉王子早先就已经达成了共识 并且他们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无论如何 威廉成为国王将是英国历史上的一大事件 作为英国王室的高级成员中的一员 威廉王子将承担起重大的责任和使命 他将成为国家的象征和统一的力量 同时也将继续推动王室的现代化和改革 威廉王子在公众中不仅享有很高的声誉 就连他的领导能力和亲民形象也会使他成为一个受人尊敬和喜爱的人物 他还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并致力于环保和心理健康等重要议题 因此 威廉成为国王将为英国带来新的希望和际遇 威廉王子的继位还将引发一系列的变革和调整 他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想法和观念 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和挑战 他可能会推动王室更加开放和透明 与公众保持更紧密的联系 并更加注重社会问题和全球事物 此外 威廉王子还可能会在王室的传统和仪式方面进行一些改革 以使王室更具现代化和包容性 这些变革和调整可能会引发一些争议和挑战 但也将为王室带来新的机遇和发展 总之 威廉成为国王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查尔斯国王和威廉王子之间的秘密协议 可能也会改变英国王室的未来 无论如何 威廉王子都将成为英国的一个重要的领导者和象征 他将继续推动英国王室的现代化和改革 他的继位也必将引发一系列的变革和调整 为英国王室带来新的希望和机遇 威廉成为国王将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相信英国民众都在期待着他的领导和贡献 1958年 查尔斯王子英国王室被封为威廉士亲王 威廉士亲王这个头衔具有特殊意义 是英国王位继承人在楚位期间的专用封号 这意味着当时年仅10岁的查尔斯王子被正式确立为英国王室的王储 未来英国君主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自从1958年被正式确立为王储后 查尔斯王子在王储之位已经待命了64年 是英国王室历史上在王储之位待命时间最长的王储 被人戏称为超长待机 直至今年9月份 英国的现任君主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刻然离世 查尔斯王子才终于转正 继承了他母亲的王位 正式登基 成为了英国的新任国王 他的王室头衔是查尔斯国王三世 查尔斯得到王位 发现当国王是痛苦事情 虽然表面风光无比 但是却要面对沉重繁琐的国家事务 时时刻刻承受着巨大而沉重的压力 1948查尔斯今年已经74岁了 作为一个年过期旬的年迈老人 查尔斯却被迫承担起沉重的公务 这对他的身体健康来说 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作为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王位继承人 查尔斯王子从小就受到了非常严格的教育 包括在选择自己婚姻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放弃了家庭出身一般的平民卡米拉 反而跟贵族出身的戴安娜王妃走在一起 王位继承人这个身份 已经贯彻了他生活的每个细节 很多选择他都以责任为第一位 把坚持自己的个性和人性选择 作为第二位 实际上 查尔斯已经多次在公开场合情绪失控 公开表现出暴躁 愤怒的情绪 比如他为了一只漏墨水的钢笔而爆发 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在场工作人员大发雷霆 查尔斯的种种暴躁行为 表明他在面对国王职务带来的沉重压力 已经是被压得踹不过气来了 查尔斯终于得到了他等待了64年之久的英国君主之位 但是当他真的由查尔斯王子变成了查尔斯国王三世时候 才发现玉带王冠 必成其重 原来当国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他的母亲英女王伊丽莎白二十一直帮他遮风挡雨 才让他这位年老的王子能够如此轻松快乐地过着幸福的王储生活 查尔斯得到王位 发现当国王是痛苦事情 他失去了母亲 不再有母亲为他遮风挡雨 现在只能靠自己面对残酷冷漠的现实 他的决心已经崩溃 难道这就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 思思念念的国王之位吗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 查尔斯是愿意当查尔斯国王三世 还是继续当那位无忧无虑 幸福快乐的查尔斯王子呢 查理三世继位后 一直备受大众的关注 到底是不是堪当大任 还要过段时间才知道 众所周知英国王是出情种 并且男子大部分都是恋爱男 爱德华国王查尔斯和哈里都是如此 74岁的查尔斯又玩浪漫 国桑期间就计划带着妻子度假 高调庆祝卡米拉成功封后 刚刚继位百废待兴 查尔斯却把心思放在卡米拉身上 为了浪漫可能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现在查尔斯已经是国家人手 75岁的卡米拉也成功封后 真是个可喜可贺的消息 虽然查尔斯已经是爷爷辈的人 没想到还是这么会玩浪漫 处处为卡米拉制造惊喜 现在正处于国桑期间 伊丽莎白女王还没有入土为安 查尔斯就制定了周密的度假计划 虽然还没有付诸实践 但是已经引发了不少争议 大家都觉得查尔斯操之过急了 根据白金汉宫的工作人员透露 查尔斯只是突然想起澳大利亚 就想带着卡米拉一起去旅行 这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虽然浪漫 但是却引发了外界激烈的讨论 国葬期间的查尔斯是不是太高调了 虽然查尔斯对澳大利亚情有独钟 但是在最新的民意调查中 大约53%的民众不支持他的统治 艾伯年先生作为大选热门选手 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 国家不应该有国王和王后 对于查尔斯来讲 在国葬期间就安排度假之旅 假借公务的名义 带着卡米拉游山玩水 看似是浪漫的举动 但是却把王室推向风口浪尖 迟早有一天他将为自己的浪漫付出代价 不少王室专家建议 74岁的查尔斯年事已高 不应该在长途跋涉外访 如果真的想访问澳洲 最好派威廉和凯特去 至少这么做可以减少争议 现在女王的葬礼还在继续 查尔斯和卡米拉忙的团团转 几乎要连轴转出席公务 查尔斯休息了几十年 如今突然上岗肯定不适应 想出去度假也是人之常情 查尔斯王子在明明知道 母亲伊丽莎白二是最讨厌 最无法忍受的就是王室成员离婚这件事 依然和戴安娜分居最后走到离婚这一步 最重要的是 她又找回了自己的老情人卡米拉 把她迎娶进门 到现在送上王后的宝座 不顾英国民众对自己的负面口碑 坚定地和卡梅拉走到一起 如此可见她性格里的固执 查尔斯国王在发表刀念女王的电视讲话时 除了感激英国民众对于女王的爱戴和母亲多年来对于英国做出的贡献以外 还特别提到了自己的爱妻卡米拉 称她如今已经成为了英国的王后 将继续陪伴在自己身边 简单的一句话 默默地向外界传达了一个消息 她会是保护卡米拉最坚强的后盾 爱妻护妻之心 天地可见 查尔斯对待哈里冷酷无情 但是却把卡米拉宠上天 一碗水明显没有端平 作为父亲和君主 查尔斯都算不上成功 反而成为了卡米拉的好丈夫 这回她之所以计划访问澳大利亚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想带着卡米拉散心 高调庆祝她册封为王后 卡米拉嫁入王室17年 终于等到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简直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不得不感慨查尔斯是个好丈夫 即使已经成功继位 还是愿意安前马后照顾卡米拉 爱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或许卡米拉才是查尔斯的真爱 现在英国君主制统治摇摇欲坠 查尔斯一把年纪还这么恋爱闹 让不少民众失望不已 废掉王室的声音此起彼伏 而查尔斯还是沉溺在儿女情长中 到底是不是一位称职的君主呢 作为父亲 他也曾经爱护哈里这个小儿子 但站在父亲的角度 哈里实在不是一个听话的好儿子 让他回归英国王室 表面上是家族大团圆了 可谓来说不定又会惹出哪些大乱子来 自己的弟弟安德鲁王子 当年给女王母亲制造的麻烦还不够多吗 在他这一任上 查尔斯国王也不大希望后院起火 坊间也有消息称 女王过世时守在他身边的子女 只有查尔斯王子和安妮公主 其他人都还在赶回来的路上 所以没有见到女王最后一面 而梅根是查尔斯王子特意下令 不允许他来见女王最后一面的 一个73岁才登上君主位置的国王 某种程度上来说 对他的考验才刚刚开始